子宮頸自我篩檢說明 做子宮頸自我篩檢之前 請先看看可以在篩檢用品包內找到的說明書 如有以下情況,不要採讓,你月經來潮 請等到經期過後才進行篩檢 你如果懷孕了,帶有外肢病病毒 或接受了固體器官移植 請與醫護人員商量你有甚麼篩檢選項 你由於任何原因而擲除了子宮頸 例如做全子宮撤除手術或者性別肯定手術 請跟你的醫護人員談談 看看還有沒有需要做子宮頸篩檢 做子宮頸自我篩檢很容易,只需要幾分鐘 你得的 準備好之後,洗手和除了下半身的衣物 捉住紅色蓋,然後扭開 把棉花棒從膠管中取出 把那條胸鏡管放在一個乾淨的平面上 在紅線柱,握住棉花棒 不要觸碰棉花棒柔軟的一端 站立或坐著,張開雙腿 把棉花棒放入陰度,直至手指觸碰到陰壺 你不必將棉花棒再放入一些 轉動棉花棒20秒 然後取出棉花棒 把棉花棒收入膠管 用力按蓋,洗它合上 再次洗手 做檔之後 如所示的將採樣日期 清楚寫在管子標籤和化驗單上 將管子放入透明膠袋內 然後將膠袋密封 將那個密封了的袋和化驗單 放入以預付油脂的回油信封 到最就近的油谷或油桶放下信封 你和你的醫護人員 應該會在你機會用本的 大約四至六星期後收到篩檢結果 篩查子宮頸癌的主動權在你手中 嘗試多些關於子宮頸自我篩檢 請和你的醫護人員傾下 或者瀏覽這個網址 行動 曲折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